6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6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演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分享一下 在兒童常遇到的毛病 如何可以用同類療法來幫助他們 不如說一下 如果遇到小朋友出現了嘔吐的時候 可以用什麼的療劑去幫助他們 當然嘔吐的成因很多 但在嬰兒裡面很多時候的嘔吐 主要都是因為風 每次嬰兒喝一口奶 當然有些風會進去 慢慢地那些風會積積積 就像一個氣泡一樣 如果將氣泡爆出來的時候 加上少許奶 通常大家都知道 為了沈蚊仔 通常會替它掃風 拍一下背部 把它抱直 拍一下掃一下 這個會幫助那些氣泡上食道 走出來 不會導致嘔吐 但當然很多時候 小朋友一吃完東西 就嘔得很厲害 當然很明顯 那些胃裡面的食物 走進食道 就直接衝出來 但也有時候因為 缺水 也會導致 以下有幾個同學療法的療劑 處理 第一種跟大家介紹 就是Actusia Cinepium 荷蘭琴 Actusia Cinepium 荷蘭琴 我處理過很多 好幾個案例 都是沈蚊仔 入不了奶 他喝了之後 就像噴泉式一樣 吐出來 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小朋友 他的問題是 先天性有缺陷 食道未完成 當然有吐唇 不僅吐唇 他整個上岸都打開 所以有一個很大量的手術 才會將他縫起來 但縫起來之後 嬰兒子的眼睛是慢慢吐了奶 包括嬰兒子是用管胃的 食管的口感是胃的 他不是喝下去的 因為他是天生的問題 但沒問題是 那些管喝了奶 倒進去之後 他照樣好像水泉噴出來 結果我就用了這個療劑 幫他做 那時候我也很奇怪 這是手術先天性的缺陷 那樣的情況下 療劑也搞定 所以你不要和我聊一下 有時候 大家如果有經驗 遇到效果 真的驚人 我每次都很驚奇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能治療得好 X2C 是一種噴射出來的嘔吐 另外 Calcary carbonicum 就是碳酸钙 通常一般的小孩 肥肥白白 一般大部分的小孩 都是的 嘔吐出來的東西是酸酸的 頭又酸的 很多時候睡覺就出汗 出癌比較遲 成長期的一般典型的小孩 有時候根据体型的療劑也可以 另外就是 Magnesium carbonicum 是碳酸尾 通常的嘔吐 通常伴有便秘 分辨比較淺色 或者乾 或者碎碎 这是Magnesium carbonicum 通常是消化的问题 另外一个和消化有关的疗劑 就是Natrum carbonicum 是碳酸钙 通常的嬰子的胃子有很多气 GiliculoGiliculo很大声 导致它痛 这两个是消化问题的疗劑 接着是Silica Siliciterra 直肚 通常是大汗 不太喜欢喝奶 总之不太受胃 头多汗 比较瘦 还有很多脚汗 这个是積土典型的体型 接着是Biohnia album Biohnia album 通常嘔吐 吃了肥肥的食物 通常嬰子很敏陈 通常又不想你管 这个是白蛇根 最后就是淋 淋 淋的那些通常嘔吐 都是喜欢喝冬东西 喝了冬东西 但喝了冬东西没多久 冬水在胃里热了之后 就会嘔出来 所以淋型的通常都要喝冬东西 喝冬了之后就会嘔 其实淋型的审物就是这样 淋型的审物就是这样 冬的水进去 暖了之后就想嘔了 谢谢袁医生的分享 虽然在小朋友成长的时候 都会遇到这些嘔吐的问题 可能就是刚才说的 可能掃风的时候有点 但也有一些情况 吃了进去就不断嘔出来的时候 便会阻碍了小朋友的成长发育 所以用同类疗剂 就可以帮助他们 在处理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有健康快乐的成长 所以家里应该要常备有这些疗剂 就可以做到一个及早治疗的方案 谢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谢谢袁医生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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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